在现代都市有很多传说,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和都市传说有关的故事,受害者。 在一个大雾的清晨,男主小白被手机闹钟吵醒,之后小白喝了一杯牛奶当做早餐,穿上自己的运动鞋开始出去跑步。 看来小白的生活习惯还是很健康的嘛。 正跑着跑着,小白路过了一根电桩,上面贴着一张寻人启示,从这张纸可以看出失踪者是一个小男孩。 专注跑步的小白并没有注意到这张寻人启示,跑到一半小白累得不行了,于是停下休息。 一种诡异的气氛突然蔓延,这时小白突然听到一旁的树林里传来声响,但是他转过头看又什么都没有发现。 小白继续跑来到一片草坪,恍惚间他看到前方草坪上有一个人影,那人穿着黑衣脸色惨白, 正当他想仔细看看的时候,发现自己鞋带松了,就蹲下系鞋带这么一会儿的功夫,再一抬头,他发现那个人不见了。 跑完步,小白回到家里,但他却对刚刚的那件事耿耿于怀,于是上网搜索了拥有惨白脸孔的人,搜出来一则关于Slanderman的信息。 Slanderman被中国网友称呼为面条人,因为他又瘦又长,拥有长长的手臂并且没有五官,但其实他有一个更加害人的名字,叫做瘦肠鬼影,是美国都市传说里的一个角色, 通常穿着一身黑色正装,一般喜欢跟踪、恐吓和杀害迷失在森林里的人以及小孩。 小白在网上发现了很多发帖求助的人,他们声称自己被面条人缠住了。 小白好奇地打开那些帖子浏览,发现面条人和自己看到的人影一模一样。 这一下小白彻底慌了,看样子自己是被缠上了。 晚上小白开始做起了噩梦,梦到自己迷失在了森林里,梦到这里他就惊醒过来,却在房间里看到了面条人的身影。 这一下他彻底下醒了。 好在刚才的一切都是做梦。 徐静一场的小白打开窗帘,紧张地张望四周,并没有发现面条人的身影。 可是等他一离开窗前,窗外的草坪上就出现了一个黑影。 之后他出门付朋友的约,此时路边多出了一张寻人启示。 小白继续往前走,要到达目的地他需要走二十分钟,一路上他都十分警觉,四处张望,看有没有面条人的身影。 走着走着他发现地上有一张纸,小白将纸捡起来,发现上面写了字。 上面写着,不要看,否则他会带走你。 看起来这是谁给小白的警告,就在这时小白听到树枝不小心踩断的声音,稀里哗啦的响声开始在四周响起,但什么也没看到。 小白想起纸上的警告,于是准备离开这里,却不小心被树根绊倒,额头直接撞到一块石头上晕了过去。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小白打开手机的电筒,跌跌撞撞地开始往前走。 在黑暗的笼罩下,小白迷失在了森林里,这场景竟然和他梦里的场景重合了。 突然他听到身后有响动,提心吊胆地转过头去,面条人正站在他的身后。 小白撒开腿就开始跑,但是无论他怎么跑,都逃不过面条人的堵截。 直到小白的手机没电关机,小白掏出仅剩的打火机点燃,但很快打火机就熄灭了。 小白赶紧又把打火机打开,一阵阴风吹灭了火苗。 当小白第三次点燃打火机时,那张没有五官的惨白脸孔出现在他面前,故事戛然而止。 所以没事,不要随便去森林消逛哦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点赞,转发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